高级脸青冷女神郑恩采恋情大曝光 曾经采着金高银上位,撩过李敏浩 二度恋上已婚人夫,钟爱之三当三 近期,韩国娱乐圈迎来了一股甜蜜的恋爱风潮 备受瞩目的明星情侣郑恩采和金钟仔正式宣布恋情 这一消息迅速点燃了粉丝和网友们的热情 纷纷送上真挚的祝福 这对同样出生于1986年的耀眼明星 自去年起便悄然谈起了恋爱 他们的恋情并非突然曝光 而是通过频繁互动,互相点赞 上传共同拍摄的照片等方式 一点一滴地向外界透露着甜蜜的讯息 郑恩采与金钟仔的浪漫邂逅 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 在此之前,他们各自在娱乐圈中一声辉 却未曾有过交集 然而,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两人意外相遇 这次聚会气氛轻松愉快 仿佛为他们的相识提供了最佳的舞台 在那个美好的夜晚 郑恩采与金钟仔逐渐擦出火花 开始了频繁的互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 他们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与魅力 频繁地交流彼此的生活点滴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惊喜地发现 彼此有着诸多共同点和相似的兴趣爱好 这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亲近 金钟仔作为才华横溢的产品设计师和艺人 在娱乐圈内拥有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 而郑恩采则以其卓越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青睐 在恋情曝光之前 郑恩采与金钟仔的相处方式 一直保持着低调于内敛 他们并未在公众视野中过分张扬 而是选择将这份纯真的爱情 珍藏于心底细细品味 然而正如古人云 情深则显 他们的恋情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媒体和粉丝的敏锐观察 一些细心的网友 在社交媒体上捕捉到了他们互动的踪迹 发现两人不仅频繁点赞 留言还一同出席了某些活动 这些蛛丝马迹让网友们开始猜测 这对俊男靓女是否已经暗生情愫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猜测愈发强烈 大家都期待着他们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 终于 在近日的一次专访中 郑恩采与金钟仔不再掩藏内心的喜悦 大方帝公开了恋情 他们坦言 彼此已经深入了解了一段时间 感情稳定且幸福 这一消息犹如一颗甜蜜的糖果 瞬间点燃了整个网络空间 网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感叹这对金童玉女终于走到了一起 回顾他们的恋情历程 从最初的偶然相遇到如今的官宣恋情 每一部都充满了浪漫与甜蜜 他们的爱情故事仿佛一部精心编排的韩剧 情节跌宕起伏令人陶醉 他们的相处方式也如同韩剧中的主角一般 自然 真挚且充满默契 郑恩采 本名郑学美 英译 用搜蜜 是一位备受瞩目的韩国女演员 尽管已经35岁的她 但从外表上却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依旧保持着青春活力的形象 她出生于韩国釜山广玉市 身高172公分 高挑的身材和出众的气质 让她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郑恩采的求学经历颇为丰富 她在国中一年级时 就被送往英国留学 度过了长达八年的一国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 她不仅深入了解了英国的文化和风俗 还接受了全面的教育培养 她后来更进入了当地著名的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攻读织品设计系 这所学院 以其卓越的艺术和设计教育 而闻名于世 郑恩采能够进入其中学习 足以证明 她在艺术领域的才华和潜力 然而 郑恩采的人生轨迹 并没有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 尽管 她在织品设计领域 有着光明的前途 但她却对电影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 在还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 她毅然决然地回到了韩国 开始追逐自己的演艺梦想 郑恩采于2010年 以电影《超能力者》 正式踏入演艺圈 自此开启了她的表演生涯 尽管在随后的日子里 她陆续接演了许多戏剧作品 并且多次以女主角的身份亮相迎评 但似乎总是缺少一部真正能够让她走进大众视野的代表作 在她的演艺生涯中 作品包括 Frost医生 Return K The Guest 等这些作品中 郑恩采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她能够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深入骨髓 令观众为之动容 然而 尽管她的演技在线 颜值高且气质出众 但似乎总是缺少一个能够让观众记住她的经典角色 此外 郑恩采还曾出演过热门韩剧 The King 永远的君主 和百清歌 在这些作品中 她的表现也备受好评 但同样未能为她带来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 在出演The King 永远的君主时 她的个人生活却意外地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 她被爆出在十年前曾与男歌手郑军日交往 而郑军日当时已经结婚 这使得郑恩采被贴上了小三的标签 郑恩采在剧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她以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尤其是在与李敏昊的对手戏中 她毫不逊色 充分展现了她作为最美女总理的干练面貌 然而 尽管在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她的感情生活却似乎总是充满波折 随着她主演的新剧热播 一段大约十年前的恋情往事被媒体重新翻出 男主角竟是曾经为热门韩剧 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当你沉睡时 等演唱原声带的歌手郑军日 在娱乐圈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里 明星间的恋情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这次的情况却有些特殊 两人交往时 南方郑军日已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郑军日和妻子相识于2006年 经过几年的相处 两人在2011年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 这段看似美满的婚姻 却因为郑军日的外遇而出现了裂痕 郑军日的妻子 在无法忍受丈夫的背叛后 决定提出离婚 并向媒体公开了这段婚外情 令人惊讶的是 郑军日在娱乐圈中 一直以单身形象示人 不仅粉丝 对此一无所知 甚至连她的婚姻状况 也成了一个秘密 如今 郑军日和原配妻子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 而郑恩采也没有继续和郑军日交往下去 然而 时隔十年 郑恩采插足他人婚姻的新闻 突然被爆出 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对此 郑恩采的经纪公司迅速做出了回应 表示 郑恩采在这段感情中也是受害者 因为他并不知道 郑军日已经有了家庭 这样的说法 似乎是在为郑恩采开脱 但舆论并未因此平息 然而 郑恩采的说法 很快便遭到了郑军日方面的反驳 郑军日方面直言不讳地表示 当时郑恩采是知道郑军日有家庭的 称他不知道已婚根本不像话 这样的回应 无疑让郑恩采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 分手快十年的旧情侣 如今又被南方倒打一耙 郑恩采似乎在这场舆论风波中 显得有些惨 郑恩采的演艺生涯中 除了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受到赞誉外 她的个人生活也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 似乎总是与各种绯闻纠缠不清 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2013年 与日本男星加赖亮的绯闻事件 那年 郑恩采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其中就包括一次前往日本的旅行 原本这应该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 但没想到她的这次日本之行 却意外地成为了媒体和公众热议的焦点 原因无她 她被日本媒体拍到了 与加赖亮一起出游的照片 照片中 郑恩采和加赖亮 先在东京的一家高级超市悠闲的购物 两人之间的互动自然亲密 仿佛是一对恋人 随后 他们一起返回了酒店 这一举动更加引发了外界的猜测和遐想 第二天 两人又驾车前往神奈川鞋山约会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加赖亮当时已经公开交往的女朋友 是女星室穿十日子 这一消息让原本就扑朔迷离的绯闻 变得更加复杂和引人关注 面对媒体的追问和公众的质疑 郑恩采迅速做出了回应 她澄清说 自己和加赖亮是因为拍戏而成为了好朋友 这次到日本旅行 只是单纯地约对方出来见面而已 她坚称 两人之间并无任何不当关系 只是一次普通的朋友聚会 然而 尽管郑恩采做出了澄清 但舆论的漩涡 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平息 加赖亮在已经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还带着郑恩采单独出去玩 这样的行为 确实很难不让人浮想连篇 而那些被拍到的照片 更是成为了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次绯闻事件 对郑恩采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她不得不面对更多的质疑和猜测 然而 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而是继续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用实力和作品来证明自己 直到韩剧《安娜》播出后 大家真的被饰演 真安娜一角的郑恩采惊艳到了 她在剧中 不仅是灵魂人物 更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郑恩采的五官十分立体 被大家赞誉为拥有一张混血般的脸庞 在配上剧中那些彰显贵气的穿搭 她显得格外的有气势 就像真正的富家女一样 尽管真安娜在智商上可能不如幽默 但她的张扬与自信 那种对待生活毫无犹豫的态度 是幽默即使变成了贵妇 也无法模仿的 这种自信与松弛 正是郑恩采所成功塑造的角色魅力所在 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信她就是真千金 有趣的是 现实中的郑恩采家境优渥 有着与剧中角色相似的背景 她曾留学英国 就读于学费昂贵的名校 这或许也是她能够如此自然地 诠释富家女角色的原因之一 她身上那种天然的傲娇贵气 与角色完美融合 让人难以分辨 郑恩采在剧中的表现堪称完美 她不仅将真安娜的傲慢 自信和独立 展现得淋漓尽致 还能够将角色内心的脆弱 和挣扎细腻地呈现出来 她的演技得到了观众 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也为她的演艺事业 再添一笔浓墨重彩的一笔